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经典名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的少年心事 反叛霍尔顿的成长路 2.醉与乏 托斯托耶夫斯基探 心灵深渊 罗斯科尔尼科夫的救赎之旅 3.海底两万里 凡尔纳的深海骑旅 鹦鹉罗号的神秘探险 那魔,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的少年心事 反叛霍尔顿的成长路 好的,让我们一起走进塞林格的经典之作 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 考尔菲尔德 他可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青春期叛逆者之一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成长的旅程 更是一次心灵的探险 首先,我们得承认 霍尔顿这小伙子有点问题 他被踢出了学校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别急着给他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 霍尔顿的叛逆并非无地方使 他是在对抗一个 他认为充满了伪善和虚假的成人世界 他的眼中 大人们就像是穿着华丽外衣的稻草人 外表光纤亮丽 内心却空洞无 霍尔顿的心事 就像是一杯苦涩的青春期鸡尾酒 调和着孤独 迷茫 愤世嫉俗和对纯真的渴望 他在纽约的漫游 就像是一场寻找失落天堂的迷宫游戏 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从卖唱的小女孩 到滔滔不绝的出租车司机 每个人都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霍尔顿内心的一角 而《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个标题 其实揭示了霍尔顿最深层的愿望 他梦想成为一个守望者 站在一片无垠的麦田边缘 保护那些玩耍的孩子们 不让他们跌落悬崖 这个梦想 既是对纯真的守护 也是对成长的恐惧 霍尔顿害怕失去纯真 害怕成为他所鄙视的那种成人 赛林格通过霍尔顿的故事 巧妙地揭示了成长的矛盾 我们渴望成熟 却又害怕失去童真 我们想要独立 却又害怕孤独 霍尔顿的叛逆 其实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呐喊 是对这个复杂世界的质疑和探索 最后 如果霍尔顿是一位真实的学生 我想我会对他说 小伙子 你的心事重重 但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成长的路上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守望者 而这个世界 虽然不完美 但总有值得你守望的麦田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让我们一起举杯 为那些在成长路上 迷茫又勇敢的霍尔顿们干杯 他们的故事 提醒我们 无论年纪多大 内心深处的那个叛逆少年 永远不会真正长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罪与法》 陀斯托耶夫斯基探心灵深渊 罗斯科尔尼科夫的救赎之旅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俄国文学巨匠 陀斯托耶夫斯基的杰作 《罪与法》 这本书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次心灵的马拉松 是一场精神的深浅 是对人性的一次无情剖析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跟随主人公 罗斯科尔尼科夫 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看看他是如何从一个 自以为是的超人 变成一个深刻认识到 自己罪行的悔罪者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罗斯科尔尼科夫这个人 他是个穷学生 生活在圣彼得堡的 一个破旧公寓里 他有点自大 有点自卑 还有点自我矛盾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杀掉一个吝啬的老太婆 把他的钱用来做大事 他认为 这样的行为 对社会是有益的 因为他把自己 看作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有权决定谁该活谁该死 然而 当他真的实施了这个计划 他发现 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的良心开始折磨他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 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恶梦 他四处逃避 但却逃不出自己的内心 他的罪形像一块巨石 压在他的心上 让他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他告诉我们 人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理论 来超越道德和法律 罗斯科尔尼科夫的 救赎之路是艰难的 他最终向警察自首 接受了法律的惩罚 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他开始了真正的内心转变 他学会了同情和爱 他的灵魂得到了进化 罪与罚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杀和侦探的故事 它更是一个关于罪 责任和救赎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 面临道德的选择 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罗斯科尔尼科夫的旅程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我们的良心和人性总会找到回家的路 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我强烈推荐你去读一读 它可能会让你失眠 可能会让你沉思 但它绝对会让你对人性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而且 谁不想看一个自大的年轻人 最终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底两万里》 凡尔纳的深海奇旅 鹦鹉罗号的神秘探险 各位海洋冒险爱好者 幻想温蜻迷 以及对深海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 让人们对海洋产生无限遐想的经典之作 《海底两万里》 这部作品出自法国作家如乐 凡尔纳之手 它不仅是科幻小说的先驱 更是让人们相信 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 连深海都能成为我们的后花园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 这部小说的主角 鹦鹉罗号 这艘潜水艇 可不是你们常见的橡皮艇 或者是那种 需要不断潜水员灯脚踏版的小玩意儿 鹦鹉罗号是一艘高科技潜艇 它的设计和功能 远远超出了19世纪的科技水平 简直可以说是 凡尔纳先生的科幻大脑 在海洋探险领域的一次奇思妙想 这艘潜艇 由神秘的尼摩船长指挥 它的名字来源于拉丁语无人 这也预示了他的神秘身份和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 尼摩船长是个复杂的角色 他既是一位科学天才 又是一个深受个人悲剧影响的复仇者 他对海洋的热爱和对陆地上的不满 让他选择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跟随教授阿隆纳斯 他的忠实仆人康塞尔 以及热血沸腾的补金船长尼德·兰 一起被尼摩船长邀请 嗨嗨 或者说是绑架 进入了这艘神秘的潜艇 他们的旅程充满了惊奇和危险 从与巨型乌贼的搏斗 到探索沉没的城市 再到在南极冰层下的航行 每一章节都像是在向我们展示 一个比一个更加奇异的海底世界 凡尔纳先生的这部作品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深海旅行 他还探讨了科学 自然 人类好奇心 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等主题 《海底两万里》 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 它激发了无数人对海洋的好奇心 也启发了后来的科幻作家们 最后 如果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仿佛也在鹦鹉罗号上 那可不要忘了 这只是凡尔纳先生的笔下幻想 现实中的深海 依然是一个神秘而危险的地方 不过 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真的能像尼摩船长一样 自由地在海底世界中探险旅行 在那之前 让我们继续在书页中前行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三本经典之作 麦田里的守望者 《罪与伐》和《海底两万里》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 探索了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人性的罪与救赎 以及海洋的神秘和想象力 它们给我们带来了深思和启发 让我们对自己和世界 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 无论是霍尔顿 罗斯科尔尼科夫 还是尼摩船长 都是充满矛盾和迷茫的人物 它们的旅程不仅是一场冒险 更是一次心灵的探索和成长的过程 它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长是一段充满挑战和痛苦的路 但也是一个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和智慧的过程 这些作品也提醒我们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颗探险的心 渴望去探索未知和追求自由 无论是在麦田边 还是在深海底 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守望者和勇敢者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无论你们在成长的路上 还是在追求梦想的途中 记住 你们是自己的守望者 你们有能力去发现 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读过这些作品吗 你对霍尔顿 罗斯科尔尼科夫和尼摩船长有什么看法 你在成长的路上 有什么困惑和感受 欢迎你们留言和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索更多的故事和经验 相信我 你们的声音和见解 会让这个六度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带预定